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的第一步 那今天还会来上课 那我们现场的是李宗盛老师 他马上待会儿要去桃源国际机场 要飞往成都的独讲院 他从在当时有省政府 你们很多人出生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省政府 假设他们现在是20岁的话 他们还在上幼稚园之前 省政府已经被废掉了 那在省政府的时候 李宗盛就是水利处的处长 那个时刻如果说宋楚瑜 曾经有非常好的政绩评价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碰到非常多的重大台风 或是各种不同的灾难 都有一个最好的脑筋 叫做李宗盛 提出最好的建议 用最少的钱 最快的解决方法 加上省政府团队 非常高的执行能力 从那个时刻开始呢 李宗盛老师他本来是在 台大土木工程系的教授 他就一直希望能够帮助台湾 不管是在水资源的议题 或者是环境污染的问题里头 有所改变 那他也引进了非常早 像荷兰当地 我会知道荷兰的国土规划 很多议题都在2003年跟2002年的时候 因为李宗盛老师的影间呢 我们就认识了很多荷兰的专家 那我们水里书也请了他们来 希望他们教导我们 什么叫国土规划 可是很奇怪 这些人教导了我们 我也听了他们讲的教导 也做成了电视的报道 然后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进展 这是很奇特的事情 那在默默之间呢 有些民间做了些很不错的事 那今天特别请了 李宗盛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后来他也担任了我们内政部部长 可是在台湾任何一个从政的时间 都很多奇态和原因 就会很快地下台 但最重要的是 他有很多的报复 想跟各位同学分享 我们请大家用掌声 欢迎李宏盛老师 谢谢 请坐 谢谢 李老师你们有什么open 您特别想先开始说的 没有 今天很高兴到贵校来 听说贵校办得很好 今天这个第一个印象 觉得真的办得很好 学校很有活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 学校办得很好 但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如何让政府好一点 给我们各位同学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 先跟大家讲一个笑话 我很久没有见到李宏盛教授了 然后他听说邀请他来的 叫做文献讲座 他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 他不知道是我在这里教课 然后要和他对谈 他以为我可能死了 然后捐了一笔钱 然后这个学校为了纪念我 搞了一个文献讲座这样子 所以他看到我像看到鬼一样 觉得这个人怎么在这里出现 这样子 你看这个世界 你看OK好吧 我讲的有错吗 没开外笑的 因为我跟陈老师 是很久的好朋友了 不过陈老师一直对我们 这个台湾的暖化 台湾的一些非常关键的议题 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也拍了一个纪录片 还引起一个蛮大的回响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今天可以从 从您最关切的议题 我们可以来对话 不过我跟陈老师在一起 一向是他问我回答的 我们一开始丢一个问题 给李洪耀老师 他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 我们现在讲 第一件事情是台中人 最关心的问题是 空气污染 那关于空污的问题 他其实非常有创建 他很早就注意到 林口发电厂 他更是注意到 台中火力发电厂 他的火力发电厂 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头 这么短的时间里头 摧毁了整个大台中 然后台北的林口发电厂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需要火力发电厂 可是政府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又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头 又摧毁了大台北的盆地 我想丢出问题 麻烦您开始说 我想我们刚刚讲 我在省府待过 其实那1997年 在那个时候台中 我们中台湾是 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曾几何时 我们中台湾变成 全台湾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地方 那今天大家都在 台中火力发电厂 但是所有人 我是觉得重点都没抓到 那我跟各位举个例子 其实能源政策 是我们台湾 一直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核电 那可不可以不要核电 当然可以不要核电 它有它的这个一个 一个agenda 它不是说我今天 说要废核 我就可以把核电厂关掉 那你既然把核电厂关掉 那你自然必须要让台中火力发电厂 在给它的这个承担就越来越多 那它发电的效率又没那么高 所以自然造成我们中台湾的 这个PM2.5 那我跟各位举个例子 其实我注意到 这件事情大概是2005年 那是我在台北县政府服务 我们台北县 百分之五十的二氧化碳 来自于林口火力发电厂 那时候开始林口火力发电厂 要扩大机组 在林口火力发电厂扩大机组 它一年制造 一千三百万公顿的二氧化碳 一千三百万公顿 是我们台北县二氧化碳的百分之五十 你知道现在二氧化碳在全世界 是可以当期货买卖的 在2005年 一公顿的二氧化碳 卖好像将近四十欧元 一个欧元在那时候 大概只五十块台币 那时候我就跟台湾电力公司 算了一笔账 我那时候跟台电的董事长讲 使用者污染者付费 你要把这一年一千三百万公顿的二氧化碳 给我买回去 我那时候给他算一下 一年大概要一百三十一亿 那但是我那时候讲说 我们好算一点吧 我们一年就再打个折扣 一年算你一百二十亿 你只要拿五年的钱出来 就六百亿 那时候我们就跟台电讲 你拿六百亿出来 台北县政府跟你台湾电力公司 成立一个电碳基金 那这个电碳基金要做什么呢 我这六百亿的基金呢 我就跟 譬如说跟台湾大学 跟工研院合作 我们就开始研究替代能源 所有的新的东西 譬如说电动摩托车 电动汽车 这个绿色的这个产业 清洁三层等等 这五年下来呢 我可以让台北县呢 减掉九百万公吨的二氧化碳 那这九百万公吨的二氧化碳 减下来以后呢 第一个 我的绿能产业起来了 这个整个台北县的环境变好了 然后跟我合作了这些大学 这个工研院呢 它就变成一个 我们推动绿能产业的一个engine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创造一兆的产子 我这依照了产子 一年的税收 盒子一百二十一 这个概念叫做循环经济 你要去解决 这个领口火力发电厂的 这个污染问题 不是叫它去关厂 而是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动力 带动整个台北县的翻转 假如当初我们这么做的话呢 其实 我在讲的是2006年的事情 当时的经济部部长 跟行政院长 那是何美越 当经济部部长 经济部长 新政院长我忘了是谁 原始谢长廷 就是在那个时代 结果呢 这件事情就 我们就miss掉一个timing 你看miss掉了12年 假如我们12年前 开始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经验 就可以copy到台中 所以从2006年当时就已经决定 扩建领口发电厂 那时候已经看到要扩建领口火力发电厂 结果领口发电厂已经扩建了 可是它中间的 它这个过程所带动的这个momentum 并没有在我们新北市没有落地 所以今天 假如当初 领口火力发电厂采用我的模式的话 今天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其实它有不一样的发电方式 实际上整个国家的能源的概念就会不一样 好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台中市的市长 你会怎么处理跟建议 第一个是建议经济部做什么事情 第二如果经济部不听 你会怎么主张 我会建议这个东西其实可能要跨过经济部 这个东西必须要到行政院去 因为它跨了太多的部会了 今天我会建议大台中 做一个账 做一个清算出来 就是我们台中的这个能源结构 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的污染源都是从哪边来 比如说大家讲说台中火力发电厂 是一个污染源 第二个污染源是非常可能是卖了六清 大家把这笔账弄清楚 弄清楚以后我们要开始谈的是什么呢 你如何让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升级 upgrade 它现在有多低级 现在我根据这个我所得到的数字是台中火力发电厂是全世界碳足迹最高的火力发电厂 就是它基本上它发电的efficiency是不高的 就发电效率很差 因为它九一年九三年九五年九千年是很老旧的机组 它其实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讲说要把台中火力发电厂关掉 那是不理智的 而是说如何让台中火力发电厂让它upgrade 第一个 第二个 不只是台中火力发电厂 今天因为你台中火力发电厂要upgrade 台电你要把你台中火力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把它给买回去 我利用这笔钱就让我们台中 整个大台中让它的绿色产业出来 让它譬如说你们的摩托车 你们的公车 你们的建筑物 你们的工厂 其实都可以利用这笔钱让它叫做 这个东西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事实上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一做下去以后呢 台中不止空气变好 事实上是产业生机 为什么我必须要谈这件事情呢 这里面就会牵扯到 其实所有的产业里面两个最关键的 一个就是水 一个就是电 当你在谈清洁生产的时候呢 三个关键字 如何让你消耗的水最少 如何让你消耗的电最少 如何让你排出的废弃物最少 这个东西其实是2000年左右 我们就在欧洲在推的这件事情 我当初到在台北县推的时候呢 不只在讲电 我在谈的就是清洁生产 那恰恰的就是今天台湾 甚至是全世界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 我们今天台湾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不要去避讳去讨论它 相对的是应该是把它摊开来 我们到底水出了什么问题 电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有多少的替代能源的 这个空间在那个地方 但是你要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谈 我们的合理的水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合理的能源价格是多少 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不想谈呢 当你谈到这个议题呢 就一个帽子框下来 我们要替老百姓勘紧盒包 油店双掌 你给我下台 对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今天跟各位谈呢 事实上合理的水价 合理的电价 是整个产业驱动的一个 最重要的driving force 我举个例子 你知道我们水利单位 我们盖一座水库 制造出一度的水 还没有处理的 一度的水成本就是20块 再处理完以后卖给你们的 大概成本将近30块左右 卖给你们一度卖多少钱呢 台湾省10块钱 台北市7块钱 政府只要卖一度水给你 政府就要贴20块 那这贴20块呢 所以呢 所有的很多的政治人物讲说呢 要替我们老百姓勘紧盒包 我告诉各位呢 替谁勘紧盒包 财团 因为谁用水最多 是财团用水最多 绝对不会是你我用水最多 假如我让水价一度提升到30块 你们家一个月多200块 事实上这200块 政府是很容易可以补贴你们的 可是我们每次提到这个问题 大家就一个框框框下来 然后所有的政治人物就不敢碰 那你既然不敢碰 今天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就举水好了 水因为一度20块 所以一度10块钱 所以自然水公司永远在赔钱 那自然水公司赔钱 所以它的最好的借口是 我没有钱太换管线 因为太换管线是很贵的 那是用百亿在算的 我没有钱太换管线 结果我们就漏水 你知道我们的水管一年漏多少 一年平均漏水率多少呢 将近30% 我们一年漏掉两座翡翠水库的水 然后再喊缺水 所以这东西要怎么办 那再讲能源 我们台湾99.7%的能源国外进口 但是我们的能源政策是什么 补贴 一样补贴你我是小钱 补贴谁最多 补贴财团最多 可是补贴的结果呢 不是经济损失而已 补贴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产业 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你既然补贴 所以我们的科技部就不会投很多的钱 去做R&D 所以我们那个学校 我们台大呢 几乎没有一个老师在谈什么 在研究水的回收 几乎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团队 在做什么呢 在做绿色的能源 因为这里面跨了好多个系 那你既然这样子不去 不做这样的research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 都在替我们担心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台大的国际排名在往后掉 我告诉各位还会继续往后掉 当一个国立大学的国际排名在往后掉 就告诉你是台湾的国力在往后掉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认真地面对这件事情呢 有一个国家呢 我也建议各位同学呢 好好去研究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做瑞典 瑞典 瑞典在2005年就提出他们国家的能源政策 瑞典的能源政策是全国到2020年 再过两年 全国不用一滴汽油 这是人家的豪情壮志 再过两年 瑞典全国不用一滴汽油 我们台湾到今天根本连油价都不能谈 我们能源价格都不能谈 那你们再去看瑞典的国家的替代能源使用率多少 我相信超过六成七成 我们台湾的替代能源使用率多少 听说是四个percent 然后你们再去看瑞典的大学在教什么 我们台湾的大学在教什么 你就会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的国际排名一直在往后掉 瑞典的大学在教什么 我背给你听了 瑞典的水力发电占它全国 瑞典的水力发电占它全国 电力的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你学水你就知道 这个太高的自主能源 然后加上它几个核能 所以它某个程度有能力完全quit oil 然后它觉得它的再生能源 整个替代的部分 maximum因为它的天然条件 没有那么多的太阳 它觉得最高就是到20% 所以它是用一部分的天然气 一部分的核能 那核能没有废除的原因 是它本来也想废核在三一之后 可是因为它考虑到俄罗斯的威胁 那俄罗斯威胁就是它觉得 国家主权等于能源主权 能源安全 那台湾蛮特别的 您刚刚提到 台湾至少1%到2% 最多2% 有的时候不到1% 是我们的自主能源 换句话说我们99%要靠进口 对 然后我们都没有想过 你是一个海岛国家 那你真的要跟别人打仗 你不用打仗 人家几艘军舰航空母舰 把你的天然气船挡起来 你就 sayonara surrender 我们变成一个dark island 没有电了 那他们我曾经问过台电 挡多久 挡多久你整个台湾会全面没有电 一天半 因为我们的天然气的组存 能量只有七天嘛 那现在占全台湾的发电量32% 那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32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没有电 它就会各地都短缺 就上次它就不过是跳掉了大潭天然气场 不到7%的电 就全台湾就打乱 然后就连轮流限电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天然气挡了一天半 然后船进不来 那后果是什么 所以刚刚这个温倩讲的 其实能源是 基本上它是一个国安问题 国安问题 所以我刚刚讲 今天我们在谈能源 在谈水 不是在谈价格 那个价格没什么好谈的 而是说这件事情是带动 整个国家企业转型 我们学术这个research转型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driving force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 我们油价电价水价 全部用民粹来操作 那我请问你们各位 你们赞成涨水价的人举手 听完老师的谈话 你们赞成涨水价 不赞成的人举手 没有一个人不赞成 赞成的人举手再一次好不好 那其他的人是在思考 OK 其实涨水价它有一个机制的 我就举您知道我们台北人一天喝多少水吗 一天用多少水吗 台北人一天用352公升 你知道荷兰人一天用多少水吗 荷兰人一天用128公升 我们将近人家的三倍 所以352公升一天是一个非常丢脸的数字 因为太便宜所以浪费 也不是 所以台北人也很委屈 我们台北人讲说我一天喝两公升 我352公升的脏是怎么算的 漏水 直接漏水的水账都交到我们头上来的 因为漏水 所以事实上水离开自来水厂是可以生饮的 因为漏水到了你家你不敢喝了 因为漏水不能加压 一加压它就漏了更厉害 所以台湾人理所当然盖房子一定要盖一个水塔 盖一个水塔二三十万三四十万你们都不计较了 当我在跟你谈合理水价200块的时候 大家斤斤计较 而且因为漏水 所以我们台湾人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生活习惯 水要煮沸了你才敢喝 你这个能源的损失何止200块 所以我常讲的我们台湾今天这个水呢 是一笔糊涂脏 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太旧老旧的这些 太坏老旧的水管 所以那水管里头其实是会肮脏的 它是脏的 然后你不敢加压 所以它流得很慢 所以细菌就越来越多 那你个管子里头的脏东西就很多 然后它一方面漏水 一方面脏东西流到你家的自来水 所以你还得去买一个滤水器 或者去讲各种方法 然后还要再去煮它 还有一个加压它 可是呢我们这些老百姓 就宁可中间有这么多的过程 给自己这么多的不方便 就不容易听到谁要涨价 我刚才问大家这个问题 你们有多少人是1993年以前出生的 有没有人是1993年以前出生的 没有吗 因为只有前面这几个 前面这三个女人是1993年出生的 我为什么讲1993年 宏远李老师知道吗 1993年我出生了没 真实的 你不止出生 你还让很多小孩出生 1993年是我们台湾 当时中央政府有一个人提议要涨水架 他的名字叫做刘兆玄 他是政务委员 后来去当了交通部长 他从清华大学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合理了 马上有人说不行 1994年台北市跟高雄市 马上直辖市要选举 所以不能涨价 所以93年不能涨 94年更不能涨 94年选完了 95年有立委也不能涨 96年有总统第一次民选 李登辉一定会当选 但也不能涨 然后接着97年又有全台湾的县市长选举 也不能涨 98年又有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也不能涨 99年眼看着连战飞落选不可 宋楚一块要当选了 更不能涨 2000年成立委是少数票当选了 他永远不会再涨 我背给你们听 你们知道台湾的水架 是在你们出生之前 所有的人就知道 李宏远老师刚才说的道理 然后就为了选举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 Crisis of Democracy 就是民主的危机 什么叫民主的危机呢 就是老百姓用你自己的膝盖 跟直觉跟惯性 在判断公共政策 所以透过民主机制 所提出来的公共政策 最终毁掉了一个国家 所以民主不再被认为是 90年代 2000年之前 全世界最好的机制 那在台湾这个实验 小到水架 到能源政策 今天台中会变成空污这么严重 它完全就是 我们一般讲叫民粹 我是不同意了 我是认为民呆 老百姓自己不思考问题 然后政治人物 发现他很认真的思考问题 他没有选票 政治领袖 很认真的做一些政策 他没有选票 而政治领袖 做他为国家利益 所执行的政策 他会失去选票 所以你们不值得 更好的政府 也不值得更好的领导 所以台湾会变成 一个逆流现象 所以本来我们应该是 民主的楷模 现在变成亚洲民主的笑话 这个事情从水架里头最明显 在你出生之前 刚才李宏洋老师讲的事情 就已经发生了 你们出生那一年 我也年轻 我才33岁 1993年 我才33岁 我现在一眼就60岁了 这个问题就从我33岁 拖到60岁 我告诉你 我80岁 我进棺材那一天 台湾人如果不改变 你对问题的思考 你不把自己变成有素质的公民 他的问题还是一样 对不对 回答李老师 是 我想我在政府服务那么久 我事实上呢 有个感想 不是也算感慨吧 其实每一个首长呢 心里有一把尺很难拿捏 你到底想做对的事情呢 还是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你想做对的事情 叫做政治自杀 我保证你下一届不会当权 你要做讨好民众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每天在抱怨的 我去年年底呢 碰到黄大洲 黄市长 你们大家不晓得他是谁 现在呢 终于台北有人开始讲说 我们大安森林公园 是黄大洲盖的 我们的这个捷运 是黄大洲开始动工的 可是呢 黄大洲落选了 当他在捷运动工的时候 他在做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 被人家骂得半死 结果今天台北 最值得骄傲的两个东西 就是他留下来的 那假如黄大洲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我请问你 哪个首长 尤其是民选的 敢做事情 我刚刚回到这个文倩讲的 其实我在政府服务呢 我试着做一件事情 叫做政治需要很强的专业支撑 今天总统院长 他们都不会是工程师 他们也不会是专家 可是问题是 他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决断 我举例来说 就讲我们今天的能源 这个核四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呢 记者最喜欢挖洞给我跳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讲假话 记者问我说 李部长 你赞成核四还反对核四 我就跟他讲说呢 能源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 以我的专业 我没有办法判断 但是我告诉你 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今天台电 假如你们不相信台电 你们找经济部 你们再不相信经济部 再找国际的公正的第三方 国际公正的第三方 把我们台湾的整个能源呢 做一个很完整的分析 我们的电价结构 倍载容量 所有的替代能源 分析完以后呢 做四个方案 那四个方案 核能一二三四 就是原来的如意算盘 第二个方案 核四没有了 一二三升级研绎 第三个方案 核四没有了 一二三照着他的agenda 照着他的骑程退伍 第四个方案 是大家最想看到的 一二三四都没有了 这个四个方案 做出来以后呢 分析什么 对社会的冲击 对经济的冲击 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分析完以后 我告诉各位 一跟四都不是选项 选项是somewhere between二跟三 这个两个方案 要公投拿去公投 要民调拿去冰调 终极费合可不可以操作 终极费合当然可以操作 蓝绿坐下来谈 那个时间点 到底要定在 十五年后 还是二十年后 时间点定下去以后 开始往前推 第一年 第五年 第十年 第四五年 所有的目标值 都要定出来 政府要提出 所有的配套 所有的目标值 都要达到以后 到了那十五年 还是二十年后 很专业地把核电厂关掉 我们也不缺电 这个叫做政治的专业 但是很遗憾 我们从来政策 都不是这样子在思考的 这是一个好笑的事情 当时我被问问题的时候 我的回答也是 你知不知知费合思 我说我没有能力 回答这个问题 我说我只进去 合思里头 看了两次 这个叫 刘老老进大官员 你问我 合思安全吗 我既不知道他安全 也不知道他不安全 我也看不出来 那些在反对的人 有什么专业能力 比我知道 那一次呢 是搞到演艺人员 都大叫大嚷的 而且不是说 我反对合能 还是大叫大嚷 而且是指定 合思不安全 他指定 我也不晓得 主持那种 综艺节目的人 为什么他会知道 合思不安全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为什么不去找国际 像芬兰 像法国 我们不要找美国 因为美国是帮我们盖的 美国是 他不公正 不客观的 对 那我们就找欧洲的 或者是国际 原子能总署的专家 来评鉴给全台湾 合思安不安全 合三呢 合二呢 合一呢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 全部的答案 让我们知道 哪一个最不安全 面里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哪些该除疫 然后接着 把他们除疫之后 我要烧多少煤炭 我要烧多少煤炭 因为短时间里头 天然气 其实储存量不够 那长时间就一定要盖 天然气的储存槽 结果现在盖到观音 观音不同意 我们台湾不管盖到哪里 不是有乌龟就有珊瑚 哪里通过都不会同意的 上次你们记不记得李敏 他是清华大学的院长 他直接来告诉我们大家 我也大吃一惊 你知道吗 澎湖盖了风力发电 它是低碳岛 你了解吗 他拉了一个电缆线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这个 风力发电 电缆线不拉来本岛呢 他说陈小姐已经拉了 我问所有的人 大家都不知道 已经拉了 拉了三年 因为他是台电的董事 所以他知道 他说拉了三年 可是 因为你要把一个电 集中起来 一定要是高压电 它一定要是高压电的集电站 它才不会电流失 因此呢 它一定要有一个集电站 这个集电站叫做 高压电的集电站 他盖到高雄 高雄反对 盖到台南 台南反对 盖到嘉义 嘉义反对 盖到云林 云林 反对 所以这条电缆 现在拉了三年 它的电就是传不过来 所以你现在台湾 讲什么替代能源 因为你任何绿色发电 或是任何其他的 离岸发电 你都需要一个高压电的集电站 你盖到哪里 哪里都反对 你去哪里有电站 所以我刚刚是多花了点时间 补充李鸿远老师讲的话 我回到我刚开始丢您的问题 就是你说 瑞典大学在教什么 因为你刚才提到 我们的价格 驱使老百姓 宁可喝肮脏的自来水 然后去加热 去买绿水器 然后呢漏水 然后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其实是大呆瓜 然后让这个国家呢 其实真是在补助财团 这是第一点 然后自己生活也没得到好处 第二个呢 你也提到说 由于我们没有去重视 真正的能源转型 跟绿化经济 所以我们没有投资足够的钱 没有这些足够的钱 因此本来应该是 学术研究单位 应该配合研究的 这些绿色经济 就不会起来 所以这个绿色经济 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产值 那它因此也就没有发生 那所以在台大里头 现在根本 因为没有工业会捐钱嘛 那所以就不会有这个研究嘛 那您可不可以都谈一下 像瑞典他们这些学校 或者你认识的荷兰 他们这些大学里头 在面对全球暖化啦 能源转型这些议题里头 他们在上什么样的课 其实尤其是欧洲 欧洲因为他们国家都不大 其实他们的大学呢 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譬如说荷兰 我比较熟悉的荷兰 当他们在谈这个 气候变迁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一个大学 叫做瓦赫宁根大学 瓦赫宁根大学 的里面的一个机构 叫做阿特拉 它召集全荷兰的专家 开始呢 把整个荷兰的问题呢 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分析 然后它有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人绝对不会做的 因为整个气候变迁 这件问题呢 实在太复杂了 复杂到必须要谈到 我们刚刚讲的能源 所以他们全国花了两年 谈了四千个小时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他们荷兰人 全国就花了两年 大家很理性地 辩论了四千个小时 为什么要辩论 第一个 什么叫做全球气候变迁 第二个 它有多危险 它危险是什么 对农夫是一种危险 对企业家 所有的人危险的这个定义 是不一样的 以谁说了算 然后呢 我们要花多少钱 来干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 我们的科学的极限是什么 全部都谈清楚了以后呢 然后最后决定是什么 谁来做 谁来做 怎么做 因为这件事情是牵扯到 整个荷兰的国土转换 在未来的气候变迁 海平面上升 他们的荷兰的这个 西部海岸会炎化 可是荷兰的西部海岸 是他们的农业的重镇 所有的郁金香都种在西岸 那怎么办 开始研究 如何把郁金香往内陆移 然后呢 荷兰全部靠地 它的地下水 水位非常高的 地下水闲了 怎么办 荷兰没有山 所以它没有水库的 那它不能再用地下水 那它怎么办 然后呢 今天能种的物种 再过五年 再过十年 就没有办法种了 那我们要种什么东西 这么庞大的事情 整个荷兰 整个国土翻过来 还有给各位一个数字 荷兰一千八百万人 四万平方公里 几乎是跟我们一样大小的一个国家 他们最后决定要做了以后呢 要是台湾人的习惯是我要组着 在行政院一定要组一个超级大部会 因为这工作实在太庞大了 结果呢 你发现呢 他们成立三角洲法案 然后呢 成立一个叫做Delta Commission 三角洲这个委员会 找了一个全国最能干的部长 把他找来 这个委员会才多少人呢 这个委员会呢 这是一个小单位 几十个人 他们负责什么 负责整合跟协调 就是说其实 每个部会继续干你的事情 但是呢 我这个Committee呢 它可以Coordinate 用整合跟协调 所以呢 非常讽刺的是 我2003年 一直到2005年 2006年 一直跟荷兰人在谈什么 如何把荷兰人的概念 把它引到台湾来 台湾未来气候变迁 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们 离你们稍微南部一点的 云林脏化 云林嘉义的地盘下限区 怎么办 现在海平面底下2.6公尺 屏东的临边是海平面底下 3.6公尺 已经在海平面底下了 未来这问题怎么办 把它当作一个示范区 我们如何来发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像台北这样的都市 800万人塞在整个大台北 我们花了2000多亿 尬了一个大台北防洪 这个系统当你极端气候 雨量超过我们的设计容量的时候 这个系统一定会出问题 可是那如何改变 如何转型 其实我2005年就开始把欧洲专家 拿来跟我们台湾的专家谈 绿色的时候去跟绿色的政府谈 蓝色的时候去跟蓝色的政府谈 我自己在政府还服务了那么久 到了今天台湾没有下温 可是荷兰人已经开始往前走了 你们要是有机会到路特丹 路特丹旁边有一个城市叫做Dorek 它是一个小城 他们已经开始在谈什么 他们以前他们荷兰人最厉害的就是 海浦新生地 渔海争地 他们今天说我们不渔海争地了 我们要还地渔河 他就真的把堤防给拆了 可是你堤防拆了以后 那些牧场怎么办 他必须要去跟牧场的主人谈 最后怎么办你知道吗 他把牧场说你们愿意搬走了 我帮你搬到河东去 我帮你找块地去那边继续养牛 你不想搬走的话 我把你家架高 把你的牧场的一部分的地方架高 但是告诉你 一年这地方会淹两三次的水 当你淹水的时候 你的牛跟人就在这高地上面 就是说大家来谈 我是觉得今天荷兰人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对话 打压老人家可以花两年谈四千个小时 这四千个小时不是乱谈的 你想说全国怎么谈 他们要开始把一千个不同的意见 慢慢聚焦慢慢聚焦 聚焦成一百个 最后变成五十个 最后变成几个 然后有了意见以后呢 然后开始通过法案 开始找预算 开始整个全国动起来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人家的精神 人家的政治的专业 然后最讽刺的是什么 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花了这么多的钱 他们花的钱 跟我们台湾的治水预算比起来 我们花的别人家还多 更不要谈最近的所谓的 钱占预算那八千多亿 人家还没花那个钱 整个河谈翻一翻 然后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荷兰所有参与的大学全部翻转 因为他们的大学就是在研究什么 就开始研究跨领域的东西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 比较跟我相关的议题 叫做对水敏感的都市设计 Water Sensitiv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在过去没这个专业的 我到我们台大城乡所去演讲问他说 你们懂不懂 他们不懂我也不懂 它是介于水利跟都市计划 跟建筑之间的一个跨领域的地方 这东西做完以后 荷兰开始对外输出什么 输出他们三角洲概念 开始输出低冲击开发 开始输出海绵城市 开始输出他们的漂浮的城市 这个东西在今天在全中国 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施政 施政的优先顺序 就是所谓的海绵城市 这个是2002年2003年 我们就开始跟荷兰人在work 本来我们有最好的机会 台湾当做他们的亚洲的试点 假如台湾变成亚洲的试点的时候 事实上今天全中国的市场都是我们的 全东南亚的市场都是我们的 当初我的棋是这样子下的 为什么我说服荷兰人说 你把台湾当做你的伙伴 为什么 第一个 你从荷兰派工程师到中国 到东南亚太贵了 第二个 在当初台湾是少数亚洲国家 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我们还不需要他的钱 所以他们很乐意跟我们合作 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成 三角洲联盟的一个发起国 我们可以在这边dominate 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国际的组织 结果那时候 我跟你讲 蓝的政府 绿的政府 讲了半天也没有deliver 蓝的政府讲了半天也没有谈完 你知道在谈多少钱吗 两亿台币 荷兰人说两亿台币 两亿台币不是他拿到口袋里面去 两亿台币是拿来解决东石布袋翼竹 来解决我们台北防洪 两亿台币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他们雇专家来我们顶多出人家的旅费 后来我一看两亿 我说这个数字已经不是我们 这些官员敢想象的 我还主动把它删成九千万 就为了这个区区的九千万 我们miss掉一个golden opportunity 不但我们自己的问题没解决 全世界的钱都赚不到 这很好笑 当时我们建国一百年 跨年烟火 那天晚上就花掉了一两亿 中央政府要节省一百亿 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更不要讲两亿 你看前瞻计划一下子就八千亿 讲两亿是欧元还是台币 台币啦 所以这荷兰人快 他们不是笑死 他们都已经觉得匪夷所思 这个国家不能讲说这么有钱 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golden opportunity 台湾不是一天到晚在抱怨 我们没有国际舞台吗 这个国际舞台就是为了我们 Tailer Made搭起来 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唱个戏 结果为了这区区九千万台币呢 这个现在不见了 所以现在我变得很尴尬 我今天他们参加 他们变成一个叫做Delta 这个他们叫做Delta Alliance 三角洲联盟 本来我们是发起国的 就他们三角洲联盟也成立了 台湾进不去 然后呢 他们每次开大会都找我去 我到了这儿都不好意思去 因为我不好跟人家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当初 所有的commitment 我们都没有拿出来 那我们回来请教一下李洪文教授 当然我们两个人 两个老年人滔滔不绝了 讲了过去 他们从出生前到出生后 台湾在这些议题里头的荒唐跟荒谬 可是坐在台下的他们 听到我们今天的谈话 你觉得他们该学到什么 我觉得各位同学 你们还在大学阶段 我觉得说不要把自己的眼光 就限制在台湾 我觉得你们应该 把你们的眼光打开 但是所有人眼光打开的时候 都focus在美国 我觉得我会建议各位同学呢 把你们的这个注意力呢 集中在西欧 我觉得西欧这些国家的一些概念 事实上是比美国进步了 而且他们的经验 是比较适合我们台湾人来学习的 因为国情比较接近 然后呢 这个假如各位要留学 我还真的建议你们到欧洲去 学费还便宜一点 虽然我本人是留美的 但是我会觉得 你们应该要开始培养你们自己 就说你今天读的是某一个科系 很遗憾的是 当你出了这个社会 不会有一个工作 刚好就是你这个科系要的 它一定是跨领域的 一定是跨专业的 一个问题出来三四个专业 一个问题出来跨了三四个部会 跨了五个局 所以你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呢 第一个 把你的专业的这个眼光再打开一点 第二个 让你们的专业培养 有更多的多样性 还有要学习什么东西 学习how to work as a team 学习如何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相处 大家都喜欢跟我们意见一样的人 因为大家都是个人们 大家都是意见都一样 但是对不起你离开社会 你外面碰到了你的partner里面 十个又五个跟你意见一样 就算你运气好了 大部分人跟你意见都不一样 尤其到了这个社会上去 大家有个人的利益 所以他的意见一定不一样 可是你要学着 如何让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 大家可以心平气和 很专业地坐下来谈 最后找到你的共识 然后最后呢一起往前走 这个东西叫做dialogue 对话 好 那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科系的人 他有的人也毕业 有的人还在大学部门 他们如果觉得他们想投入一个绿色产业的经济 你认为在可预见的五年十年内 他们会在台湾有机会吗 很遗憾 其实我们今天的市场都是国际市场 大家就说 你这些大学生毕了业以后 大家就想要在台北工作 在台中工作 在高雄工作 这个可能性当然有 但是机会其实是 这个有限的 我觉得今天大家要把自己培养好 让你们的职场是在全世界 你的职场要在全世界 所以你们培养自己的 除了你自己的专业以外 其实语言能力不要忽略了 语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刚刚讲 今天风力 其实风力大部分都是从西欧北欧过来的 今天他们dominate全世界的市场 就是西欧跟北欧 但是风力是万灵丹吗 风力当然绝对不是万灵丹 他也有他的问题 他也有他的效能 太阳能 实际上非常遗憾 那是过去全世界 太阳能做的最好的国家 叫做台湾 可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不用 今天太阳能都是 我们今天的太阳能 已经快被中国大陆 可能已经被中国大陆打败了 已经被中国大陆打败了 可是基础的技术 还是在我们台湾人的手里 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同学 今天你们在培养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要多读多看 多读多看 多看人家的经验 替代能源 除了看到技术问题以外 我觉得今天可能要看到了 很多很多的 除了技术 这个替代能源技术问题 是最小的问题 事实上它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 所以你意思说 台湾这个市场里头 不会有他们可以去就业的机会了 假如是替代能源的话 在台湾的市场太小了 而且短期之内 只要水价 电价都不涨 基本上就没有驱动力嘛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driving force 但是我们台湾的这些厂商 很活跃 但是他们活跃在其他国家 并没有在我们台湾 对 然后也慢慢随着很多各种 最尖端的太阳能力技术 其实现在是在美国人手中 其实中国大陆输出的是 上面最便宜的收了 最便宜的 那台湾以前在某些部分比他们好 但现在就是在美国 或是加州了 美国其实是加州而已 其他地方都不太用太阳能 那另外呢 像西班牙非常强这样 所以你会告诉他们 一句很清楚的话 就是说学好你的第二国语言 想办法往外走 对 然后打开你的眼光 去那里学习 甚至必要的时候在那里就业 你会这样讲吗 当然了 因为这样子的 你们要是真正研究欧洲这些国家 研究荷兰好了 荷兰他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 他没有想说我要留在海牙 读阿姆斯特丹工作的 他们非常可能到欧洲 非常可能到东南亚 非常可能到中南美去了 他们的市场 always是在全世界 我们台湾是一个小国 所以各位呢 你们要记得 你们的市场是在国外 运气好到中国去 还可以不用讲英文 可是你今天 我是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台湾 因为台湾第一个 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 你今天不保证说 好 你今天在台湾找了一个工作 可是过不久 你的老板把你派到 派到这个东南亚去 那你不会讲英文 他怎么派你去 他如何派你去 他不会给你派一个翻译的 所以你们今天在 很多的我的学生在问我 他说老师我们暑假要干嘛 我就跟他讲说呢 我就问他 你中文够不够好 你中文不够好 你好好去给我学中文 你认为你中文够好的话 你好好去给我学英文 为什么呢 今天当你出了社会 你拿到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因为你的专业能力很强 所以你拿到了你的第一个工作 过了十年 你们的这个 你这个单位要找一个经理 你觉得他会找谁 他会找最会写城市那个人吗 不是的 他会找一个 这个人和 EQ最高的人 当作你们那个部门的经理 再过二十年 你们要派一个人到 到国外去 他会找一个 只会讲中文的人吗 他不会的 他一定会派一个 会讲英文的人 最好是会 日文也会 他一定会派这样一个人 但是这些capacity在什么时候学 大学的时候学 你离开大学 你想要再来学 那个机会就已经 就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们在大学 这个黄金的四年 未来很遗憾 现在好像不读个硕士呢 你基本上在职场 是没有竞争力的 趁着你这六年的学习时间 把自己的语文的能力 把它建立起来 写的能力要建立起来 我知道你们这个世代 都是用网络的世代 你们这个世代 都是用email的 都是用简讯的 你们只会写片语 不会写文章的 其实你们要开始 要有论述的能力 要有写的能力 要有一个逻辑的能力 要有语言的能力 这个是 你们的专业 只是necessary condition 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 不是sufficient condition 你一定要你的专业以外 这些能力都有 你有一天就会跟人家不一样 你要是你的专业很强 你最后end up 就是chief engineer 没了 你专业能力很强 你最后就是你们部门 里面最会写程式的 So what 所以你们应该要面对的是 你到了三十岁 你有你的agenda 你到了四十岁 到了五十岁 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们要开始思考说 我今天学的这东西 有办法把我带到那个高五码 绝对不可能 而且离开大学以后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用功读书 其实我大部分的书都是 都是博士毕业以后读的 我博士毕业 博士以前读的书呢 都是在读数学 读力学 读这些专业 可是那些专业 对我今天来讲 一点用都没有 已经完全没用了 今天我需要的专业 都是我博士毕业以后读的 所以各位同学呢 只有四个字 叫做用功读书 但是用功读书 最重要的是 你先要认清你自己 你能吃几碗饭 你先搞清楚 你到底能吃几碗饭 别人可以吃十碗 对不起你吃不了十碗 找出你自己的最强项 发挥你的强项 然后努力往前走 然后不断地充实自己 不要抱怨 Don't complain 然后呢 学习跟你不喜欢的人相处 学习带你不喜欢的人 然后到了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你们要学的是什么 领导统育 How to coordinate a team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其实第一个 你的工作就会非常的有趣 因为每件事情 都是很challenging 每件事情 你会有不同的乐趣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正确的一个学习的态度 但是呢 不要把大家 大家呢 不要把它局限在台湾 台湾时代太小了 在国际化世界里面 你们看韩国的年轻人 你们看看韩国 韩国的年轻人 毕的业都在哪里 你到越南去 整个越南都是韩国人 我到大陆去 大陆全部是韩国人 这个国家so aggressive so aggressive 我到河内去 河内都是什么人呢 河南人 这个日本人跟韩国人 河内有没有台湾人 有 我们有六万台商 有八万台商 所以各位呢 非常可能 以后到胡志明 非常可能到 河内去上班 可是你一离开台湾 你的language skill 就非常重要 就不再是中文了 一定是英文 甚至可能是日文 或是法文 去哈诺一定要讲法文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说 今天 大家不要想说 我今天毕的业 一定要在台中 一定要在台北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 还有可能 现在是不可能的 台商都已经跑出去了 那你们 觉得你们的工作在哪里呢 所以各位呢 好好不是去 哈韩 哈日 哈韩 哈日之余呢 好好研究人家这些人 都到哪去了 日本的大学生到哪去了 韩国的大学生到哪去了 你们也可以好好研究 河南 好好研究德国 只要你们对 能源有兴趣的话 好好研究德国 最后是怎么样 把核电厂关掉了 关掉 又发生了什么问题 他后来就跟人家买电 核电 那我请教一下李老师 难道对我们这些同学来说 他觉得他想改造 他们的社会 他一定要离开 再回来吗 我觉得离开再回来是好的 因为那都是一个学习吧 我要是没有离开台湾出去 出去外面闯荡这几年 其实我相信我的看法会不一样 有的人会跟你谈到钱 我没有钱可以出去 你会怎么回答 我觉得你只要真的有毅力 你真的好好努力 你的能力够强 我觉得当然钱是一个议题 就像我们以前读书 都是读奖学金的 那时候哪有钱可以去美国留学 那时候台币40个比一 跟美金是1比40 那时候谁有钱去美国留学 那时候我们都是读奖学金的 今天中国大陆的学生 除了那些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以外的 他们要去留学 你觉得他们父母有办法 有办法负担他们 他们至少都要学贷 都是要学贷的 所以我是觉得只要你愿意学习 自然奖学金是 这个钱是可以克服的 你们现在的环境 比我们这个70年代的 台湾的环境好太多了 那时候台湾的70年代的国家 是整个国家基本上还没经济起飞 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那时候木栅一栋房子 只有10万块台币 但是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 我一定要出国 那时候市场每个人家里都没钱 我们就咬紧牙 我就一定要出国 所以我们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生多疯狂 字典从A杯到Z 为了考托福 为了考托福 那时候也不晓得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同学在比赛 一本字典拿来从A杯到Z 今天看起来是件很愚蠢的事情 但是那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在干的事情 那时候根本也没有资讯 也没有网络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你们活到台湾今天的社会 其实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运气好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准出国 因为当时是戒严时期 所以除非你申请到一个学校 你们现在根本就可以免签 打工撞油 那跟我们当时完全可以得到了学习机会 或者你根本可以去上网 看Ted Talk 在Ted Talk里头有非常多的Warsom 在这个Warsom里头它讲英文 下面有中文的翻译 你试图几次 每天每天每天看 然后你每天打开来 美国的有线电视网 不管哪一个 你就不让自己活在一个英文的环境里头 每一台有线电视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台湾根本不准进口 大多数的美国的媒体 有钱也买不起 只有美军电台 只有美军电台 ICRT 以后ICRT就变成非用在听的 这样子 只有可以听美军电台 所以有一段时间ICRT很受欢迎的原因是 If you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那你就要听ICRT 还有Reader's Digest 对不对 读者文件 所以你们所拥有的环境 其实是非常国际化的环境 可是我发现 你们比我们那个年代 local很多 这可能机会太多 这好像是 机会太多 这是一个philosophy 一个哲学家讲的话 就是 Your disadvantage is your advantage 就是说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知道 我们是被关在 闭锁在一个小岛 所以它的disadvantage 成为我们往外冲的力量 然后你们现在呢 Your advantage become your disadvantage 你觉得你在这里 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 结果你们只是在PTT上 跟一堆不见得有专业知识的人 在里头讨论一些 可能完全是谣言 或是假新闻的事情 然后你以为你上网了 然后你以为你看到 Facebook某些东西 你以为你知道了 世界很多东西 but you're so local 这样对吧 是的 我是觉得 其实我最近在东南亚跑 在中国的很多内陆省在跑 其实我跟各位讲呢 我们台湾的条件 比他们好太多了 真的是好太多了 可是你会就发现 他们那边的年轻人呢 他并没有失智 他是非常努力的 他是非常努力想要改变自己 就像我们在70年代60年代 你不出国 你就没有办法找到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不要把自己限制住了 不要低估自己的潜能 但是关键是 今天我们有办法走到今天来 事实上只有两个字叫做用功 真的很用功 我们那时候读书呢 真的是很用功的在读书了 你是啦 我没有 不过终身学习 刚才李老师讲了一句话 终身学习 如果是毕业的人 特别跟你们说 还没有毕业的人 赶快学习你的第二语言 那毕业的人其实更要很快地学习 李老师要赶去国际机场 我们非常谢谢他最后 很诚恳地从他的人生经验 他也曾经 因为他后来 他后来变成家境很富裕 因为他富起来以后 他们家的农地变成很有钱 可是呢 他还是想要报效国家 后来还要去回到学术节 他今天对各位 很可能是人生的一场历练之后 送给所有学子的话 如果你听得进去 那会对你是很特别的祝福 祝福所有同学们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文谦 谢谢 有机会再来 OK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